你现在听的是圆网台 我是生食食出新生 和绿色心灵力量的主持周小祥 我们平时喝的水都充满了重金属 杂质 绿气 和细菌 我会用健波能量活水气 除了可以清除以上的杂质之外 还可以活化水中的顺色 健波能量活水气 生命之源 健康止存 陆创意健康店电话 288-248-48 网址3W.HEALTHSHOP.COM.HK 以下节目内容 纯属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 与本台立场无关 欢迎收听圆网台的自然疗法与你 我是Della 今天会继续和袁大明自然疗法医生 与大家分享一些最新的自然医疗资讯 与最新的发现 让你与你的家人可以享受到健康快乐的人生 Hello 余医生 你好 Hello Della 你好 大家好 余医生 在我们的大康自然健康中心里面 其实我们都有很多不同的自然医疗工具 其中有一项就是关于促进我们身体微循环的治疗方法 其实我们都知道微循环对于我们身体的健康都很重要 袁先生可不可以麻烦你帮我介绍一下这个治疗方法 治疗工具是什么呢 相信大家都听过那个血液循环 其实我们身体是有的血液循环里面是包括动物 动物是占我们那个血液循环的系统的血管大概是11.5%左右 接着有静蜜 静蜜也是占大概14.5% 就是说差不多是26%的血液循环是我们一般人都认识的 但还有一种血液循环就是微思血管的循环 大家知道微思血管就是我由那个动物推到大动物推到中动物 慢慢小动物接着微思血管的 微思血管就包住我们身体的器官 或者包住我们身体的组织器官组织 甚至乎直接浸进去细胞 其实是靠微思血管的 去到很细微的时候 可能微思血管是差不多是一两个细胞那么细 那么厚的 但是红血球就可以逼过去的 在过程里面那些养分就可以滲出去 去到那个淋巴液那里 淋巴液就是包住我们浸住我们的每个细胞 那就是慢慢滲过去的 还有营养都是这样滲出去的 还有细胞里面的排泄费物 都是慢慢滲进来经过淋巴液滲到微思血管的 所以这样说 其实你可以想象到 其实我们身体的血液循环 大家都知道是很重要很重要的 但是其实最大部分的血液循环 就是我们微思血管的循环 是占74%的 我们也都叫做微循环 我们也都常常有一种说法就是这种属于第二个心脏的 那么身体的细胞有多少 差不多是一百兆 就是一百的trillion 那么多的细胞的营养 那么我们要 其实我们的书信的营养 是要进入这些那么多的细胞 那么要达到理想 我们其实是每天要走十八到二十七英里那么多 你知道这个是 以前那些人是需要的 就是首列的社会 或者逃避灾难 差不多每天都有机会走那么多路 但是你知道今时今日的文明远代人平均走的路是多少 现在真是少得很可怜 只有大约是半英里左右的 真的 那么香港很多人就开始 就是多些是刻意去走路 那么也有些人说就带着一个行路机 是要数 就算可以走到一万步 那么香港的地方很有趣的 香港的地方也是很多人都需要走路的 不止于外国 譬如你在外国生活 你知道是没得你走的 除了去shopping走那些supermarket 因为很大很大的 你进去了 你炸了才可以走的 你不可能在日常生活里面 用步行的方法 由你家去任何地方 所以你也看到 其实大部分人都是坐车 出车一天出车一天的 所以走路的机会更加少 比香港很多 但是香港始终生活环境 比较密集一些 很多时候是需要走路的 因为你只这样坐车也好 你开车也好 更加不方便 所以香港人的走路 其实已经多过很多其他国家 相对也是 但是始终未曾足够 我们说的是一天18到27公里 这个不是开玩笑 一般程度之后是很难做得到的 所以我们每个人某个程度上 微循环都有不同程度的障碍 令到我们的细胞组织缺氧 导致局部的功能减弱和喪失 好了 这样的工具 其实是在欧洲 在欧洲是一个德国的尖端科技 然后在欧洲流行了很久 最近可以慢慢流传到美国 导致我们进入香港 好了 我们要了解到 任何的工具 如果能够令到我们的秘书馆流量增加 可以支援我们身体自己治愈的能力 和再生的功能 因为血液循环是人体供应的系统 实际上所说 唯一所说的是75% 75%是微循环系统 这不都在一般的情况 我们想通常是通过的 虽然通过它是一定能曾经 但是这的流畅是很弱的 好的 这些的循环系统 我们身体的血球细胞 在这个范围中的组织 要提供营养 algum的euion 跟回流的时候 然后这些微丝血管的循环是将污洲物带走的 我们需要这些供应和排除废物帮助之下 才能够执行到各种维持生命的任务 提供所需的能力 心脏是要确保血球的细胞在血液不断的流动才行 无论如何也好,血球的细胞要足够 要供应血管,你知不知是多长度? 其实原来根据数据来说有12万公里那么长 好像环绕地球那样 所以心脏是很难单独完成的 所以很多时候需要助力 我们的微书管是利用身体自身的崩的作用 很多时候细胞、肌肉不断地运动 来拿着微书血管 来推动细胞来供应身体 好了,如果身体防御力要增加 身身的状态提升和抗疾病能力增加 我们才能够达到这个,血液循环才能够做到 就是血液循环除了我们现在说的 大部分人知道 以为只是心脏的机能 可以帮到血液去到大动物之后 其实再深入一层 是要令到微思血管都畅通 然后才能够达到高防卫的作用 身体才能够得到健康 是的,所以我们经常都知道 一般人一说到血液循环 就想到心脏病 他去不了心 就算说冠状病 都是大的,不是微书血管 当然脑中风也是大的血管 不是说微书血管 其实大部分的血液循环 是经过微书血管 当然文明人的生活压力很大 睡眠又少 不均匀的饮食 不良的生活习惯 疾病和自然老化 是慢慢会拖慢微书血管的 崩送的作用 所以大部分人都会受到影响 结果我们血球的细胞 现在慢慢移动越来越慢 不能够发挥它的作用 我们身体器官的组织 因为长期供应不够 导致深身健康状态下来 无名肿痛、肌能的失调 以及病 是的 这个科技正如说 是一个德国的科技 都出现了很多年 其实这种科技是用什么呢 是用电磁波信号 来推动身体微书血管 封信的运作 令到血液运用正常 不是说叫你跑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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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跑 跑跑跑十几公里是很难的 它只要是用那种电磁波 来推动身体 这种电磁波驱使之下 我们的微书血管 随环就会增加了 好 当你的微书血管 运作好后 很多问题 很多任务都可以完成 譬如抵抗疾病、冬痛、西痛、傷口的癒合、整體身體的健康 甚至乎感覺上是很愉快感的 精力即時會充沛 有時我在診所 現在有空間我都會去睡一睡 睡幾分鐘、二十分鐘 在這方面他們運用在運動方面 業餘、職業運動都有一種支援的作用 始終微輸血管循環可以縮短身體熱身和覺溫的時間 亦都可以加快再生的功能 可以達致訓練的效果更加好 在理想的狀態之下 微創傷都可以立即復原 可以讓創傷好好 我自己有一次有個年輕人 他就是我兒子的同學 他跟我的兒子說 他痛得動也不能動 就要進醫院 他問我怎樣算好 我說發生什麼問題呢? 原來他最近運動的時候 就是脖子脖子脖子 當然脖子脖子之後 他都要去醫院 這種環境通常都去醫院 當然他們幫他復了位 但復了位之後 他都是痛到不能動的 覺得不行了 能夠做的事已經復了位 我就叫他立即離診所 他父母也來了 我一看到之後 其實他已經復了位 但脖子的地方是痛得很厲害的 我就安排了他做微循環的治療 當時他真的動動身體也很困難 他想睡在這裡也不太行 但很不容易 放在床上就開始治療 其中一個治療 就是他扭傷脖子的部位 一做好之後 他的痛症是立即減了很多 然後我就叫他繼續做一律 他很快脫掉的後遺症 是很快就好了 當然身體也會好 但是他可以說是不能回大學 因為是弄傷了 用這個情況之外 他很快就能康復康復得到 治療的幫助他 在身體物理上 其實他脫掉了 就復了位 但是就可能是微小月館的循環系統 就不得妥善地把它打通回去 很明顯 他脫掉的是一種創傷 很多軟組織是撕裂了 是撕傷了 這個都是要時間康復的 是一種炎症康復的 但你也希望他可不可以加速他 快一點 我也知道受傷是需要時間的 但是他當時痛到可以這樣說 回不了學 睡到家也不能動 我說這個不行的 所以我也要盡量幫他搞好他的 有時候我曾經有過病人 他就是這樣的 他來到之後 他就說他有其中一個病 他有很多 其中一個毛病就是頭痛 我問他怎樣頭痛 他形容頭痛的感覺 在頭頂邊邊 好像有一點放射性的 射射射的痛 我聽說這是一種神經痛 一種叫做neuralgia 不是一般的血液痛 我就安排他做 做微循環 他說做了一次 一兩次 立即那種 無法解釋的神經痛 頭皮的神經痛就立即康復了 我也是用了很多 剛才也在說 加速微循環的復原 令到我們身體的毛病 得到改善 或者可以提升免疫力 剛才你說的兩個例子 都是關係對有些痛的問題 而引申出來 那會不會這個微循環 還可以幫到其他的毛病方面 當然 血血循環 身體是靠血的 血的質素好 血的營養好 其實你什麼都會好些 所以簡單來說 我們身體是要靠血養的 血是排污的 很多的案例 在我們的診所裡 我差不多 大部分病人都會安排他做的 有些人神衰血也好 或者心臟病的問題 或者不同的痛症都可以的 為什麼呢 血液循環 是你整體健康的基礎 沒有什麼 我們血液循環改善是幫不到的 在某程序上 其實什麼都可以幫到的 有些資料 其中有一個女士 有一個十歲的自閉症的小朋友 她說嚴重的自閉症 她還有一些攻擊信 經常哭 不開心 當然了 這十年裏面 這位女士覺得很囂張 於是她就試一試 在無可辦法之下 她就試一下這個方法 她發現她做了第一個星期之後 她已經平靜下來 自閉症的小朋友 睡眠時間也增加了 到第二週 她和人的目光交流增加了多些 而且試圖和其他人進行 平時不會做的語言交流 看到嬸仔 她當然非常開心 到第三個星期 她就開始在班上 和其他嬸仔互動 參加班上的遊戲 和全班的學生一起玩 音樂上音樂堂 到第一星期 她根本就和那些同學 去校外旅行 這是一個很驚人的進展 但香港自閉症的小朋友 有很多很多 可以這樣說 最近有一個朋友的數據 她說 差不多香港二十七個有一位 我猜不到這麼多 如果是這個二十七位有一位 應該是全世界最高的 最近很多 在主流傳媒那邊 有些人都在談論這個問題 最近就發現有一套港產片 是拍攝關於一個家庭 有一個自閉症的小朋友 其實已經說她已經成年了 做一個主題的戲 好像已經做了 黃金花 還沒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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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到很多廣告的 宣傳的畫片 都是說出這個問題 如果這個個案 這個臨床的經驗 又可以有這麼大的改善 當然一定是 對於有這類型的人士的家庭 或者病患 一定是很大的得著 其實為什麼這方面會有幫助呢 其實大腦是我們所有器官裏面 對於能量的需求最高 有一種說法 哪些人是消耗能量最高 就是一個胖胖的小孩子在勤力讀書 他的腦就不自然來燃燒他的能量 所以他說 在任何的神經系統 需要大量的能量 氧氣和血流 所以當身體的氧氣和血流不足的時候 腦的功能會嚴重瘦了和降低 所以用這個微循環的方法 令到血流和氧氣提升 提升29% 加強血管的輸縮是27% 大腦就能夠吸收能量 當然他的功能都會慢慢地改善到 可以看到的 另外有些 譬如有一個例子 是說 這個是一個瑞士的小孩子 由四歲開始嚴重的扁頭痛 還有每天流鼻血 看過無數的兒科醫生 都找不到什麼原因 結果做到這個微循環之後 情況就大大改善 還可以踢足球 這些案例都相當多 還有一種病 大家可能都會聽過一下 這是一種多發性硬化症 即是其中神經系統的病 即是我們的神經系統 減完體脫落了 即是神經系統為神經系統神經系統 譬如我們一本電視 有一個膠的絕緣 這個多發性的硬化症 就是這些膠質 保護著神經系統的膠質 絕緣物質慢慢退化 分裂了 即是可以這樣說 大家神經系統 在西醫來說,這是一種不自知情 不會遮得到的 通常這裏都要鋁骨唇,按一下它 慢慢一路一路退化退化 最後可能是坐鱗魚 在這個案例裡面,德國的男士有這個問題 初初走路不穩定 做了一段時間,開始會跌 結果經過磁地共振 還有顯示的診斷都說 你患了是多發性的硬化症 其實這個診斷都不是那麼容易找到的 因為通常有些很嚴重,你才會照得出的 早期你都不是那麼容易的 它開始就用這個方法 用身體微循環的治療 一段時間之後就效果非常之好 它現在可以直接去爬樓梯 這樣都可以的 好了 其實這樣說 剛才說促進我們的微循環 在遠古時代就是人們不斷地運動、走路 和現在坊間 譬如有些人採用步行 或者用跑步機來做促進微循環 用這個治療有什麼分別呢? 從曾經解釋到 要做到這樣的效果 基本上我們每天都一次馬拉蟲 走三十到四十五公里 或者十七到二十七公里的路 當然我們是做不到的 我們沒有這樣的時間 如果我們真的這樣做 我們很快很多人的膝蓋都要壞了 都要做膝蓋的手術 所以我們這個微循環的做法很簡單 你躺在上面就可以了 躺在這裡就可以了 那種自電磁場波的推動 就會促進你的循環 你身體的電磁場 有時候有些人用膠流電來治療 反而這個是會削弱身體的 引起我們那個受傷 而這個儀器是用直流電磁的 人家躺在這裡覺得很輕快 當然運動也很重要 我們不是說你不要做運動 只不過它跟運動的效果比 這個是快很多 效果是好很多的 其實簡單來說 這個微循環的改善 無論是大腦的功能 消化系統 呼吸系統 神經系統 和皮膚方面 都是一樣可以很明顯地去改善的 所以我們在我們的大康自然健康中心 我們都不斷全世界搜羅一些有好有效的工具 這個是其中一個我們經常用在我們的病人身上 簡單再說一次 其實它是有什麼作用呢 它可以改善器官和組織的供應 支援我們的傷口和運動創傷的復原加速 增強我們身體的免疫系統 提升我們深身健康狀態 以及縮短運動訓練的時候 康復的時間 即是你運動之後 抽身冤痛 有些人是痛幾天的 有些人是 平時不多做運動 突然跟朋友去去行山 臂逼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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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逼 所以這是一個比較新的科技 跟大家介紹一下 打康全健康中心 我們過去一直用這個方法 其實一般性的運動 我們都要有的 不可以說是靠治療 但是要再推動身體 達到健康的狀況 或者改善痛症 都要再靠治療方法 就像微循環治療 這樣就可以達到真心靈 都達到健康的狀況 今天謝謝袁醫生跟我們分享了 這個微循環治療的方法 今天我們的時間都差不多了 如果各位有些急切性的問題 可以打以下的電話 跟袁醫生會診 電話是2577-3798 而在海外的聽眾 可以透過Skype 跟袁醫生做一個網上會診 可以E-mail去 cs.naturalhealing.com.hk 如若想重溫我們的節目 可以上我們的網址 www.sourcewadio.com 又或者上YouTube 搜尋自然療法語力 就可以聽我們的節目 謝謝袁醫生 拜拜 謝謝大家收看 拜拜 掰掰 by bwd6